台湾也出现了印度变种病毒的确诊案例 有家长认为说 相关单位应该要及早进行疫苗的购买 为18岁以下儿少来进行疫苗接种 以超前部署的概念 让Delta变种病毒的侵害可以降到最低 也让儿少可以提早产生抗体 拿到保护力 十秒擦肩就染疫 Delta病毒强袭 让许多地区的民众闻声色变 Delta病毒传染力是原本新冠病毒的两倍 据有民众表示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及早购买疫苗 让儿少能够提早进行施打来产生抗体 因为最近屏东那边发生了印度变种病毒入侵 造成我们的国民感染 在这边我们也是非常担心 印度变种病毒来入侵我们这边社区 尤其是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未接受新冠疫苗的注射 所有的家长都非常担心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引进 辉瑞Bn1的疫苗 来给我们的国家未来主任注射 保护他们的免疫力 让他们安心的去学校上学 以及让我们家长安心的把小朋友上到学校去 想靠疫苗迎战病毒就应该快马加鞭 普遍进行疫苗的接种 接种完成率的攀升 才能够为解封后的儿哨 达到80%的保护力 目前辉瑞的BnT疫苗 它的施打对象 在青少年是16岁到18岁 所以未来如果BnT疫苗 有进到台湾 同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可以开放的16到18岁的青少年 施打的话 我想我们花莲县卫生局 一定会全力的为这一群的孩子来施打疫苗 防疫是目前各地政府最重要的终极目标 而变种病毒的流窜也难以围堵 疫苗的施打 防疫的管制 双管齐下 大家期待能够早日解封降级 为青少年达到88%的保护力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